再來講到手術的禁忌啊 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影響了手術成功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你拆完線就可以很漂亮的出門了 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也是我自己的一個測試方法 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麗 大家好 我是邱大瑞醫師 今天呢在這邊要跟各位聊的是 每一個人都一定會遇到的問題 也是診間中常常詢問醫師的一個問題 臉部的老化現象 臉部的老化現象呢 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性態或是動態的皺紋跟細紋的逐漸增加 第二個呢就是皮膚失去的彈性 第三個階段呢就是整個組織的鬆垮下垂 一開始呢就是我們臉部的小細紋開始出現 常常笑的魚尾紋 或是皺眉的皺眉紋 抬頭的抬頭紋 會隨著年紀呢慢慢就變明顯了 它產生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我們皮膚的膠原蛋板流失 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可以運用注射一些 肉毒感菌 或者是玻尿酸等填充呢 微凹的地方做一個填充 或者是有動態紋的地方呢 做一個肌肉放鬆的一個治療 填充回補之後呢 就可以改善這些細紋 或是動態紋的現象 第二個階段呢 也就是我們的肌膚漸漸失去彈性 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在比較小的時候啊 可能十幾歲的時候 臉摸起來都是非常有彈性的 或者是家中的小朋友呢 你看他的臉 永遠就是碰腿碰腿的 你摸他的臉呢 就像這樣子 很有彈性啊 絕對不會有一些凹陷或是下垂的現象 如果說我們肌膚已經漸漸失去彈性的時候 可以採用一些電波或音波拉提 讓這個皮膚的緊緻度再回升 也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治療效果 第三個階段呢 也就是我們整個組織的下垂鬆垮 大家可以看家中的一些長輩呢 或是年紀大的一些朋友們 就可以發現他原本好看的蘋果肌呢 就下垂了 嘴邊肉呢 就會變得特別明顯 法令紋、木偶紋 都會漸漸的跑出來 變得很深 甚至更嚴重的呢 我們側邊的這個皮膚整個往下下垂 變成我們的輪廓線都不明顯了 臉跟脖子呢 好像就是連成一線 沒有一個好看的輪廓的交接感 主要的原因 除了我們的皮膚已經變得沒有彈性之外 我們皮膚跟底下的 臉部的組織的這些 筋膜層也漸漸的鬆弛了 初期的狀況呢 還可以加強的使用電波拉提 或者是一些埋線拉提 達到一些效果 但是往往都不會得到非常好的結果 好的解決辦法 就是透過我們中下垂的 筋膜層的徹底拉提 今天呢 我就要為各位呢 針對中下垂拉提來做詳細的介紹 中下垂拉提手術呢 我們要透過手術的方法 把我們的皮膚 皮下筋膜 所有的組織呢 回復到我們年輕該有的位置上 簡單的介紹一下進行的過程 手術我們會先依照這個客人的下垂的程度 我們會看他的中臉 下臉 以及脖子的鬆弛程度 來決定這個傷口的大小 如果鬆弛的越嚴重 手術的傷口就勢必得大一點點 手術一般呢我們都會從併腳開始 連接到耳朵的前方 耳朵的下方呢繞到後方 一直連接到後面的髮跡線 這個長度呢 比較輕微的客人呢 可能只需要八公分左右 如果說是連脖子也比較嚴重的下垂 我們也要拉脖子的話 這個手術的傷口可能會有 十五公分左右 因為這個皮膚呢 並沒有承受很大的張力 所以說他貼合回去之後 這個疤痕呢都非常的不明顯 大概只有頭一兩個月 有一點微微紅紅的細細的疤痕 大概到三到六個月以後 幾乎都看不太出來 所以各位朋友不用太擔心 手術的時間呢 也跟下垂的程度有關 連脖子也需要拉提的話 三部位的拉提 那手術時間可能在五到六個小時左右 一般如果是只有中下臉的這個拉提的話 可能四到五個小時可以完成 那為什麼呢會花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臉是有兩邊的 兩邊的話 常常老化的程度不太一樣 常常我們就是睡覺側的某一邊 他可能垂得特別嚴重等等的 那在術中呢 醫生也要好好小心調整 讓兩邊的這個頸度呢 要盡量在術後可以很接近 所以這個微調呢 也是非常需要經驗的 那在手術麻醉方面呢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手術時間大概四到六個小時 所以我們會採取全身麻醉的方式 那由專屬的麻醉醫師在旁邊 做最安全的一個照顧跟麻醉 才可以達到最好的手術方式 因為呢可能各位朋友都有做很多的功課 有一些醫生呢 或者是國外的一些醫生 會說我們只需要在睡眠麻醉 而不是真正的全身麻醉狀態下做手術 其實我覺得這是會有一點點危險的 如果是在睡眠麻醉的狀況 有些客人其實他受到痛絕的刺激 他還是會活動的 如果我們醫生在分這個 身經磨成的時候 不小心病人在活動的時候 就有可能誤觸到這個血管或神經 造成比較不好的結果 所以在我的手術狀況呢 我希望在客人就是 完全放鬆的狀況 血壓啊 呼吸都有一個很好的控制 我們來做這個手術才是最安全的 手術之後的照顧方式 其實很簡單 我們會給客人一個 加壓的頭套 希望客人在 術後的七到八天之內呢 24小時都戴著頭套做加壓 我們臉部還是有很多小血管 術後如果說客人沒有做加壓的動作 除了會造成很嚴重的腫脹之外呢 我們也怕一些活動比較大的時候 血管又破掉開始流血 這樣子就可能會造成血腫啊 那是比較不樂見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客人能夠在 七到八天內可以戴頭套 那大概超過一週之後 沒有什麼流血的狀況 就可以不用再戴頭套了 照顧起來 大概只需要躲在家裡 七八天就可以變得美美的出門了 那在術後呢除了戴頭套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客人就是 快一點消腫 可以恢復日常的生活 所以大概在五到七天之內呢 可以稍微適度的冰敷 七八天之後不用戴頭套了 如果身上有一些些瘀青的話 可以做一點適當的熱敷 但是這都不是必須的 只是看客人有時間在做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現在手術都很進步 會幫客人做很好的止血跟照顧 再來講到手術的禁忌啊 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影響了手術成功的一個重要的關鍵 術後的八到十天內 是絕對絕對禁炎的 我們再來做這個拉皮手術 把臉部的皮膚 還有身經磨成 還有好多層次呢 分出來 然後再做副位跟縫合 如果這個時候呢 有抽菸的話 常常會讓我們血液循環變得很不好 那就有可能會傷口沒有癒合好 甚至有裂開的狀況 我在看到一些國外的報告 有一些比較沒有辦法戒菸的客人 他術後抽菸了 那也造成他傷口就是有一點壞事 以後會留下一些疤痕 戒菸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第二個禁忌呢 就是血壓的控制 年紀稍微比較長的 一些客人要做拉皮手術 那他本身已經有一點點高血壓的狀況了 如果術後呢沒有好好的吃藥控制血壓的話 就會造成血管又因為血壓太高而破裂 就會血腫 血腫也有可能造成傷口裂開 組織壞食的現象 那其他的話呢 就跟一般手術的照顧很類似 比如說呢 不要吃太鹹的食物啊 帶殼的海鮮類 或者是生魚片 或者是啤酒呢 可能就是一個月內盡量少 那手術我剛剛也有提到就是 他的傷口呢 會稍微長一些些 我們通常會建議第八或第九天 再來診所拆線 那拆完線之後呢 就可以完全碰水洗臉 日常生活都沒有什麼問題了 我會建議我的客人呢 如果可以的話就是 請假大概一週的時間 這樣是最好的 因為一週過完你拆完線 就可以很漂亮的出門了 那這個總帳呢 第一週呢可以消總70% 過完兩週呢 可以消到8成5左右 真正的結果呢 有時候要等到大概一個半到兩個月 才可以達到9成5或100%的一個拉皮效果 很多人呢就會想到說 拉皮手術到底可以維持多久 依照我的經驗呢 如果說是年輕一點點拉皮呢 這時候效果是最好的 因為你本身皮膚還有一些彈性 我認為大概40到50歲的客人呢 如果說做拉皮手術 可以維持十幾年到20年的緊緻程度 但是如果說年紀比較大一點的客人 因為他本身的膚質比較鬆弛 沒有辦法完全恢復了 可能維持十年左右的一個效果 但是如果這當中呢 做很好的保養 比如說每年打電音波 或者是呢 動態紋都有用肉毒感菌的一些控制 那有凹陷的地方可以填玻尿酸 或者是填自體脂肪的話 手術的效果又可以達到更好的一個維持 那很多客人會問我 醫生到底我需不需要拉皮啊 還是我就是繼續做電音波 或是埋線就可以了 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方法 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也是我自己的一個測試方法 就大家呢可以照著鏡子 然後呢用兩隻手指頭 放在這個我們的併腳的位置 用這個地方往上斜上拉 你覺得這樣有比較改善嗎 像我本身呢 可能皮膚稍微緊一點 所以我這樣子拉不會有很大的變化 像我這種狀況呢 就是適合再繼續做電音波的保養 但是如果各位回去測試呢 你整個這個嘴角呢 這個木偶紋 嘴邊肉或是法令紋 有很大的改善 那就顯示你皮膚已經有一點鬆弛 不是電音波就可以達到好效果了 那就可以少個時間來診所 讓醫師來質詢一下 這個手術最好跟醫生做面診 醫生來做判斷才是最準確的 今天很開心能在這邊跟各位解釋 有關中下臉拉皮手術的一些細節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有更多的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知道哦 那也歡迎各位呢 對這支影片能夠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